大家好 今天是8月24日 距离期子结算又近一些 所以期子的表现一定会有些少不同 去到一个所谓的期子结算前的走势形态 因为已经跌了这么多 到期子结算之前那两天 反之可能会有些反弹 因为有些人未必会喜欢坎头埋场 去到期子结算那天才去结算 我只有一点担忧 目前有个市场是继续还跌的 因为淡友继续在发工 一如好像我今天一篇文章讲 美股昨晚也是跌的 美股就形成了三只乎丫